我是纪念广场员唐哲 嗨 我是叶珍珍 我们今天呢想跟您体验一下 这个夜间巡逻 好的 非常欢迎 那咱们请上车 好的 谢谢 在海边去东盛排出所 都知有一场突发 惊奇需要现在赶多去处理 在经过允许后 我们和警官一同上了车 在和警官的交谈中 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在深夜 任意而知情 我一想觉得中国非常的安全 半夜啊 两点钟 三点钟 维护着社会治安的这些人员都在 在中国啊 我们从这个工作方法上 它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说未遇筹谋 把所有不安全的因素 都想到前面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摇头啊 不安全因素啊 消灭掉 我们整体的安全形式才会好 慢点啊 这个车有点高 到了现场 我们简单了解了情况 在五岛口附近的一家超市的停车场 有一辆汽车的车窗玻璃被砸碎了 您就是现在这个判断应该是什么事呢 初步的判断啊 就是有可能是人为了 看看周边的这种监控设施 是能不能拍得到 他们需要进行现场侃查 并和施主当面了解情况 调砍周边的监控设施 再根据案发的时间阶段进行分析判断 后期可能会通过技术处理等方式 换源事件过程 处理完景清后 已经是晚上11点了 而这个时候的夜巡工作才刚刚开始 这是我们巡逻警务站 你进去看一眼 走进警务站 我第一眼就看到了 占据一面墙的大荧幕 在这里类似于九公共的荧幕窗 各个路口 街道的安全情况依然无余 在十多年前手机都没有 现在为止 你看那些量的东西 装备很 非常清楚 这市局一步 有职业有什么事情 人家打个邀请 直接就能顾到我们的单情况 在交谈中我们得知 工警官已经从今34年了 他告诉我们 34年间随着治安环境越来越好 中国的社会安全也越来越有保障